Poker is my philosophy 哎呀难怪小黑胖子一直在输牌啊 问题就出在这件T恤上啊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啊 这是安蒂起的open啊 结果被马拉诺用一对五给推了回来 于是安蒂他决定报复直接四败到了一万 看牌的成本真是高的离谱啊 马拉诺没走他要碰一碰运气 JT这手牌有位置优势 装为A10红桃面对两个人手里又是短码 这个牌非常值得他跟住啊 这番后大不了就是推啊 万一有一个人盖牌 那自己的收益就会增加 Flop圈27安迪中赛 而这个牌面 GOT并不会认为啊自己落后多少啊 后门的红桃 后门的呃可以啊 GOT啊都可以提升GOT的牌力 甚至是一张大A死啊 三万的坡GOT下注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再打的话GOT就套匙了啊 基本来说已经套匙了 安迪要稍微演一演 他知道自己现在绝对是领先呢 完全没对手啊 甚至到了转牌 自己应该也没有对手 转牌一张六 安迪继续过 接着埋伏 GOT这边只有一手A嗨 想赢他就必须进攻 看来是想留到合牌再打 最终合牌一张A死 哎呀 那完了 JT 小命休矣啊 合牌安迪继续过牌慢打 而已经套匙的GOT 这个牌面没道理不下注啊 顶对后门的顶对啊 是一定要去拿价值的 打多少合适呢 打上个一万三左右 还是直接推呢 Check Wow JT竟然选择了Check 这到底是怎么读出来 自己落后的 不可思议啊 这手牌最终JT 为自己留下了两万六啊 本该送出去的两万六 继续往下看 安迪九沟草花 加注到600 GOT大忙位 K8红桃三败到了2200 JY的一手A10 没有入持 JY打的还是比较的紧啊 Flop有八又有九啊 安迪和GOT全部中牌 这牌发的好 又是一个战斗面 GOT翻后 手里拿着Trip 打出半持 此时此时此刻 他多希望安迪手里是一个超队啊 队实队高都好啊 安迪反加到了5500 GOT看到了拿到Double的希望啊 上一手牌省下的2600 现在可能会变成5200了 彩虹面的加注啊 石钩吗 有可能 GOT反手跟住 不看到圈 不看到7 这手牌并不难打 转牌一张石 这张石给了安迪一个后门的双头顺听牌 安迪的牌力有所增强 而Flop上吃到了瑞斯的GOT还是决定要继续领打 这么打的话 牌力真的就显得很强了 6000刀 15000的6000刀 不到半持啊 4成左右啊 安迪跟住 带着队子又是一手强挺牌 这手牌最终 哇 竟然是张7 牌面单钩成顺了 发着发着 没想到给三条八呀 就这么发死了 牌面单钩成顺 JT还要再进攻吗 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过了 过牌跟住就好 过牌跟住可能也要输光了 刚还说JT能拿到double啊 没想到 Bandy和杀 我打牌以来 这牌发的是最恶心的 确实挺恶心啊 而看到安迪叫了自己欧印以后 JT摇了摇头 可能他真的觉得安迪手里是一手石钩吧 不然的话 Fullop上那个加注就说不过去了 最终JT还是选择了盖牌 这26,000本该早就输光了 结果没想到这手牌竟然都没被安迪炸干啊 还是留下了一万两千刀 来看这一手牌 老魏拿到一对四 加注到了一千二 这一手牌是一对四 能入到池吗 装卫狗T AK鸿桃300到了五千 大忙卫的狗Y 这是拿到了一对A4 AK和AA翻前打光 没什么好说的 就一开的胜算 一次发牌 定生死 来看老人的手 翻牌 没红袍 没有K 转牌一张K JT有机会 这手牌真的让尼凯博说对了 尼凯博说你别看你中K 这外手里肯定是一对S 有恃无恐 猜的是真准 6万6的破 JT终于是输光了 手里这点筹码是真惊打 来看这一手牌 尼凯尔波一对K起的open 被Henry用一对10给推了回来 紧跟着口袋K再次做了四败到两万 Henry一对10虽然有位置优势 但是去跟住一个四败 这可是有点困难 翻后看到S看到K 这都基本等同于没法打 不过Henry还是硬着头皮硬上了 翻牌A勾起两张黑桃 一张大S戳在那 可是尼凯博竟然只打了8000 这是想告诉Henry自己手里没S吗 我觉得怎么说呢 但凡打的再大一点 Henry应该都要盖牌了 打这么轻 要不跟一条街再去追一张石试一试 Henry跟住 转牌 Loren没有 一张方块7 这张7并不影响太多 尼凯尔波再进攻的话 应该能赢吧 别再打那么小了 完了 他怂了 他觉得Henry手里有S 他不敢打了 最终合牌黑桃圈 不敢打的话 这不是给Henry机会吗 合牌又是一张黑桃啊 前面的铜花被发了出来 尼凯尔波下注2000 56的坡只打2000 这就等同于没下注 Flop上轻轻一打 Turn上River上全都不打 对于Henry来讲 这不明白这给自己机会吗 来了 Henry的偷鸡 敢在Hustler偷小黑胖子的人啊 那可是真的不多啊 这个加注整整16倍 我算的没错吧 是16倍吧 问清楚了对手的下注量 尼凯尔波试图要搞清楚啊 对手到底是不是一手铜花 只是在我看来真的没法判断啊 真的是有可能啊 要说唯一牵强的地方 那就是Henry如果是一手大铜花听牌啊 看上面对尼凯尔波的过牌 他并没有下注 这应该是Henry这手牌啊 唯一的可疑的地方啊 最终小黑胖子想了很久啊 他还是盖掉了 哇 亮出了bluff Henry 今天晚上尼凯尔波 真的是啊 所有的选择啊 几乎全都错了啊 悲情的一夜 Poker is my philosophy 哎呀 难怪小黑胖子一直在输牌啊 问题就出在这件T恤上啊 T恤上印的呢 叫做 我打扑克是来做慈善的 所以说啊 你不输谁输啊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期视频暂且搞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觉得还算精彩的话 记得给龙凤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which is this one and sure enough two players win six figures it was all Andy for the last hour or so and he finishes up $116,000 what a night last two hours of this show if you missed it make sure you watch it it'll be archived and recorded it'll be recorded and archived on our YouTube channel anyway for everybody here at House of the Casino Live I am David Tuchma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I will see you tomorrow night good night bye bye I will see you tomorrow night 如果有数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